Hello 大家好 我們回顧這個星期 港股的表現比較繁複 我們曾經最高一度見過 大概25,745點 在11月16日的時候 之後就轉回落 恆子現在形成了三角形收窄的狀態 下面來看 恆子有機會見到大概24,550點的水平 而上網的空間其實不多 大概25,900左右 跌不到26,000 暫時來講 接下來的11月或者12月 可能都是越縮越窄 港股的波幅 一個越縮越窄的情況 大概都會在25,000點這些位置 鬆一點 首先在外圍方面 市場仍然擔心通脹的問題 聯儲局會減賣債規模 每個月150億 另外就是明年年中 有機會也開始加息 這些情況 另外香港方面 例如大股 其中一隻阿里巴巴 公佈的業績 比市場預期差很多 開出來跌了10% 去到大概140元這些位置 甚至仍然繼續 市場上也有暢淡的聲音 認為阿里巴巴都是不宜吸納的 所以接下來 策略上還是繼續炒股 不炒市 港股會繼續一個上落 而且波幅會越來越窄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Lowe 羅駿康 今天跟大家講一講 下個禮拜市況的動向 今天來說 市場比較差一點 行指方面跌了360多點 也看到美匯指數方面升了上去 不多不少 對港股也有利淡的影響 今天行指方面 見到日線圖 形成了一個下跌鏈口 並且有一支陰燭 這個普遍都是一個 跌勢剛剛開始的情況 所以下星期可能市況 會略為偏淡 今天來講 看到50天線 仍然是支撐得到的 但是相信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就要落到24,800左右 所以短期市場可能會有些震盪 但是整體來說 其實市場不是那麼差 我相信經過這一輪的調整之後 仍然有機會挑戰9月的高位 不過短期來說 市況都會比較悶一點 因為似乎都是比較缺乏焦點 以及大致成交都比較淡靜 暫時整體的市況 大家都要耐心等待 大家好 我是低風證券Mandy 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五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過股 最近電動汽車股都炒得如火如途 最近有隻剛剛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新股 叫做Rivian 代號是RIVN 短短五天之間 它已經較上市價升了超過120% 它是被譽為Tesla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之一 而且Apple最近都說要加入自動駕駛汽車行列 好啦 每個人都說炒美股 難道每個人都有美股戶口嗎 買不到美股 有沒有香港上市的電動汽車股上市 是有的 那隻叫做小鵬汽車9868 有兩個重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 正正在今天 廣州的汽車展終於開幕了 預期電動車都會搶佔優勢 小鵬汽車是其中之一 車展又可以進一步推高它的銷程 第二 它即將公佈第三季的財務報表 彭博預期它第三季的營收是超過52億人民幣 而交付量也是超過25000部 比上季多了48% 而它們有一個叫做P7系列的車 價位是比其他系列較高的 但反而銷程不錯 令到它們的銷售額比上一季第二季更加高 另外它們的車也多了佈局在一些網約車的平台 這東西或者會為它們帶來一定的增長 所以總總的原因 如果要小鵬上去200元 一點也不難 有些大行更加推到目標價上去300元 不過我覺得大家當這個數字參考一下就好了 因為當中也要看看它有沒有其他競爭對手跟它搶過才行 好了 今個禮拜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an 李澤銘 今個禮拜拜市又再衝高之後迅速回落 主要都是受到幾隻大研科技股的業績所拖離 包括阿里、百度和Bilibili 之前大家對它們的業績有一定的期待和憧憬 結果每一隻出來的時候都跟預期有少少差距 自從百度開始 Bilibili雖然收入仍然可以符合增長 但利潤和虧損都有明顯擴大跡象 到壓力的業績出了之後就令市場大實所望 因為經調整後的利潤按年的倒退去到接近四成 這完全出乎市場預期之外 從而同一時間大家也擔心在過去一個季度 因為內地監管部對於科網股的監管越來越嚴謹的情況下 可能這個情況會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 來到下個星期就有路路續續剩下一些科網巨頭 都會公佈他們第三季度的業績 包括美團、快手和小米 尤其是美團和快手的業績更加令人關注 因為見到Bilibili的情況也是這樣 同一時間也傳出內定短視頻的一歌 抖音同一時間也出現了廣告增長放緩 還有日末約的用戶都已經面對著增長平頸的問題 所以快手可能受到影響就會更加顯著 因為在今年第一、第二季已經顯示到的跡象 就是它的支出包括廣告開支、推廣各方面的開支 其實它的增長就遠遠高過它收入的增長 變成它這種經營模式或增長模式 會導致虧損不停擴大 如果這個情況在它第三季度的業績裏 都未有改善的話 其實之前的反彈可能會導致它後續的調整壓力 其實會更加之大 所以下星期就要關注著各個科網巨頭 就是露出的第三季度的業績是否對版 再加上BiliVili星期五的停牌 因為要發CV 相信CV發出之後下星期的複牌 對於股價也會構成一定的壓力 所以我相信科技股帶動整體大市的調整 是有機會將大市推落到24,200的位置 才會有一個較為初步的支持 所以下個星期可能最初 都是處於一個調整的期間 下個星期調整完 就是周中開始 應該是差不多能過的機會了 尤其是部分開股如果跌幅是過殘的 例如阿里 其實它累計兩樣跌幅 其實遠遠反映了 或遠遠超出了業績的利潭因素 這些潛在的反彈動力是仍然存在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華盛證券阿Joe 又來到每週展望的時間 看回恆治 基本上都是比較弱 依然是在下降通道裡 運行的 一些重要的成份股 譬如騰訊這樣 騰訊我覺得可以的 基本上它是 如果有聽我之前節目也有說過 我預計它出完業績之後 是有特性的 的確它也衝過上去500元以上 試過去510元那些位置 即接近510元那些位置 其實在股價上交到功課 但是它也是沒有辦法 成功突破三角形盤整的走勢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不太好 其實都是受回大市整體 資金流走的氣氛的影響 如果有看阿里巴巴 星期五都見到 就是大降盈利預測 列口低開之後大成交 收市還要是 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是日落收了 差一毫子 收139.3元 這些成份股 第一就是有機會 可能會在成份比重 會慢慢降低 但依然會拖累著大市 亦都反映到其實 很多負面消息 講到負面消息 其實都離不開一些內銀 譬如碧桂圓 要配碧伏去集資 整體來說 譬如之前的風銀核心 恆大 都是動作多多 但整體來說 內銀的前景 都比較堪憂 所以我自己對下星期 就不是十分之樂觀 都是偏淡 如果你說指數來計 我們看看指數做人 放大一點的圖片給大家看 之前的反彈高位 即11月16日高位 25746 應該是阻力 你見這樣裂口跌下去 其實很差的 高位見了之後裂口跌下去 很差的走勢 下面有甚麼支持呢 24500 但24500的支持 我自己覺得 是一般般的 而且要看實 如果下星期跌穿了的話 基本上一定會試 23681 即10月初的低位 所以我沒有太特別 建議買入 尤其是港股 不過很多觀眾 或散戶 甚至乎是股評人 都已經說 美股這麼好 為何不去美股尋寶 說到美股 最近炒得最行的 一定是元宇宙概念 Facebook也改名了 於是元宇宙概念 可能牽涉很多股份 大家想看 可以在哪裏看到呢 其實是在華盛通的平台 行程 然後 美股這裏 其實 右手邊 有個行 你可以選擇行業 或者選擇一個概念 大家都懂得說 元宇宙不是一個行業 而是一個概念 按下 概念 大概在右手邊 倒數第二行 中間 就有一個元宇宙 按下去 這裡 有一個元宇宙 這些 歸類的股份 有個類似指數 看到升得很帥 裡面有些什麼 股份是元宇宙概念 例如 MVDA 做硬件 YOU Amazon 以及 其實 AMD 也是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研究一下 因為 元宇宙這個 將來很可能 都是發展的方向 相關的股份公司 不會說 這麼短時間 這個故事就完結 所以 接下來 希望多些機會 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尾股 今天純粹 我唸一隻 MVDA 出來 其實 你見到 這些股份的走勢 真是 好像倫Sir所說 看圖式字 是斜線上去 跟我們平時 如果說股份的朋友 看開是完全不同 建議大家看看 除此之外 如果美股 美股可以一股股賣 如果我想 純粹小注博 可能美股的期權 都可以留意一下 希望日後 再有多些時間 可以在節目 或者片段 詳細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國籠證券的林家康 今天亦都為你 講一講 接下來這個禮拜 大事的表現 剛剛過去的這個禮拜 星期四 星期五 恆子都跌得很厲害 兩日加起來 都跌了成700點 那麼多 主要的股份 比如說阿里巴巴 就是因為業績不好 還有就是那個 BillyBilly 業績也是不好 都是齊齊下插的 所以拖累得到 恆子有一個比較大的 幅度調整 但是股民都要看一看 其實都不是說 全部股份都是差的 你看回譬如說 京東 業績都很帥 在星期五的時間 股價都升了 二十幾元那麼多 所以我們選股的時間 最重要選一些什麼 強勢的股份 上個星期 其實比亞迪那個 叫做新配售的股份 就應該就回到 那些配股者的手中了 所以上個星期來講 比亞迪的股價 曾經都一度低見 293元這些水平 我相信 今次這個配售的股額 大致上都應該已經完成了 未來來講 我們又要再看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12月份初的時間 就會公佈 11月份 那個汽車的銷售數據 我自己覺得 比亞迪來講 在今年的11月份 來講的表現 都應該是很理想的 它有能力 那個銷售表現 可以比上年同期 是應該大約有超過70%的增長 這個是我自己預計的 所以如果是相信的朋友 都不妨是可以趁著這個禮拜 撐低慢慢慢慢 又要重新買回比亞迪了 因為你買完比亞迪之後 如果拿得不夠兩個禮拜 它又要公佈 11月份的汽車的銷售量 到時來講 股價很容易 又可能上回 381、382、383 是絕對不出奇的 那麼利益申報了 我自己本人 都是拿著比亞迪這隻股份的 多謝大家 25キドaur 也想往後 進來 還有一個 有問題 就是 你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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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